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ky 這條片是延續上一條片的 上一條片就講不要浪費你的青春 不要浪費你的人生 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怎樣不要做到這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轉手先 先轉手先就可以不浪費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找一下你的人生方向 嘩大哥 這麼虛無飄渺的你說些話 我不知道怎麼找到人生方向 拿指眼針出來嗎大哥 指眼針出來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都可能沒有見過是不是 藍天我要 立即變藍役得了 找一下自己人生方向 哇這件事更難 是不是 好了怎樣找 其實有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什麼呢 就是找你喜歡做的事 找你喜歡做的事 啊 啊 又想分享一個個人小故事 ok 啊 我那個小孩 ok 現在 十一歲 那麼早 兩年前 曾經去問過一個問題 他說 爹地啊 嗯 我不知道我將來應該做些什麼好啊 啊 你有什麼意見啊 這樣問我 那麼我的答案 就是這樣說 兒子啊 你總之 找一些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就可以了 然後兒子立即答我 啊 找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可能找不到錢的啊 哈哈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十一歲小朋友 已經跟我說錢 哈哈哈哈 所以你說這個世界 錢是多麼重要啊 是不是 哈哈 我明白啊 ok 那接著我就跟他說 我說是 錢呢 確實真的很重要啊 但是我說 如果你一輩子都做一些你不喜歡做的事 就算我給錢你 你會開心嗎 是不是 ok 但是如果你能夠做多一些你喜歡做的事 行不行 行行就出狀元 是不是啊 Peter哥 哈哈哈哈 是啊 那 那天我和我小孩聊這番話的時候呢 我是和Peter哥在吃飯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接著Peter哥呢 之後每一次和我吃真飯都跟我說 Jacky 我永遠記住你跟我說的 和你兒子說的那番話 哈哈哈哈 行行 出狀元 ok 只要你 喜歡做那件事 你每日去做 ok 很用心去做 很勤力去做 很加油去做 ok 你最後會怎樣啊 一定會成功的 而這個成功 是in terms of 什麼 並不是金錢 老實講 並不是金錢 而是你的滿足感 而老實講 這個世界很公平的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又講澳洲價值 ok 沒看的 快點看之前的影片 這樣呢 這個世界很公平的 當所有 的人 知道你 為著你的目標 去追求的時候 其實會幫你的 當然有一些心理學家也好 或者一些關係研究的學者 就會形容這件事為之什麼呢 就是這個所謂吸引力法則 ok 是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本書 那本書就是講 就是 都是小說來的 虛構的 就是講他去 啊 記得了 牧羊少年 哎 奇幻之內 其實裏面都是講類似的 就是當 你專注做一件事 專注做好一件事 全世界的人 就會讓你達成這件事 這件事很奇怪的 是的 跟吸引力法則也差不多的東西 所以呢 我又很想講 第一件事 找你 喜歡做的事 ok 一定找到的 但是當然我明白的 有很多人跟我說 Jacky我真的連我喜歡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連我興趣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喂Jacky你也好 有些朋友真的這樣跟我說 我也很感謝他 你也好 你二十幾年前 三十幾年前 甚至我一出生 你就知道你已經喜歡拍照 可能你呢 你有包我的肚子 已經拿著相機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這樣 就 多謝 如果 我不信神的 暫時未信神 但是如果你說上天的 即是有個 有個安排的 就感謝他的 給了這個攝影的 talent 我 是吧 令我可以知道自己是喜歡拍照 ok 喜歡大自然 ok 喜歡行山 好像現在這樣 大家一邊走一邊和大家聊天 是吧 那 所以呢 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喜歡這件事 那我就不斷去做 不斷去做 不斷去做 是吧 那就 自然會做到成果 ok 那 所以 我是想和大家說 是吧 你 不知道 假設當你不知道 我的興趣 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的時候 你就是想回 我當你現在二十幾歲也好 三十幾歲也好 四十幾歲也好 甚至五十幾歲也好 OK 你想想你在過去那個人生 你 當你 不想做任何事的時候 二 最想做那件事是什麼 OK 意思是說 當你最放鬆的時候 什麼都不做 就做那件事 睡覺 哈哈 鬼死這麼累上班 我最喜歡睡覺 沒錯的 確實有很多人 會 給我這個答案 那 到這裏 第一件事 為什麼呢 有分岔路 哈哈 其實這條路我走過的 但是呢 我就不太記得 哈哈哈哈 怎麼走啊 呃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裏有條橋的 就過對面 但是這裏呢 另外呢 就有個這樣的位置 當然這裏有個圖 平時我就會開Google Map 開手機 但是現在正在拍攝機 我又不想 離開了它 不要緊啦 你知道我們這些 經常都是這樣 亂走的嘛 趁日光入白 什麼所謂 好 找你的興趣 找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OK 睡覺 是因為你很累 真的 香港我明白的 做事很辛苦 除了這件事之外 想一想 你喜歡什麼 OK 有些人是的 有些人說 我喜歡吃東西 非常好 OK 那你就專注去吃東西 我說真的 我不是說笑 什麼叫專注去吃東西 不是叫你日吃東西 吃24個小時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去嘗試研究 不同食物 OK 的 無論味道也好 國家 口味 怎麼煮 等等 OK 由那樣東西 那個只是一個出發點 你記住 去expand 你的knowledge 去認識這個世界 其實也是的 你認識了一樣東西之後 其實那個只是一個 stepping stone 我們叫做 踏腳石 給你去認識這個世界 攝影也是的 我通過攝影 去認識這個世界 OK 所以我鼓勵大家 去做大家喜歡做的事 不過要將個月expand 例如有些朋友 跟我的歌曲去看電影 OK 沒問題就看電影 OK 現在Whatever 你說Netflix YouTube也好 很多戲看 很多免費的resources 當然有些要付錢 去戲院當然要付錢 大家去平衡 因為之前我講過 大家要適當消費 是的 存錢很重要 是不是 的時候 大家平衡一下你的興趣 意思是 可不可以 用一些所謂便宜的方法 這樣說 拍照不便宜的 哈哈 不是的 遲些我會講拍照 有些朋友都說 大哥 你是一個攝影師 你拍了十幾條片 沒有講過拍照 哈哈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 我遲些會講拍照 便宜便宜的拍照都是 因為拍照只是一個技術 OK 只是一個方法你去觀察這個世界 去感受這個世界 去欣賞這個世界 不是一定要有錢 多錢才可以玩的 我強調這件事 是的 所以對了 找 OK 最後想跟大家講 找大家自己 事上做的事 OK 在那裏發展下去 OK 在那裏發展下去 慢慢地 可不可以培養到一個興趣 真的 而這個 hobby 是終生的 這個 hobby 是沒有人拿走的 是的 而在這裏再慢慢發展下去 去找到你的人生 所謂方向和目標 是的 那你就最後會怎樣呢 你覺得你人生是沒有往過的了 這個就是 我在上一條影片講的 不要浪費你的人生 OK 大家繼續努力 Good luck to you 拜拜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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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